第三屆促進宗教信仰自由部長級會議 11月16日在波蘭首都華沙召開 會議由波蘭外交部主辦 主旨是給各國外交部長共同討論全球宗教自由狀況 並分享如何改善現狀的建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波蘭外交部長 資比格列夫盧共同主持了開幕式 蓬佩奧再次強調 如果我們不捍衛宗教自由 就沒有人會去做 信仰永存 暴政必亡 蓬佩奧呼籲要繼續努力 確保所有的人都享有宗教自由 並為世界各地因信仰而遭受迫害者發聲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 布朗貝克也在推達法文 肯定數十個國家參加了這次會議 再度評擊中共持續在境內進行宗教迫害 會議第二天主要是民間社會和宗教團體專題討論 其中題為《法輪大發在中國的迫害》 《過去和現在》 《21年對基本人權的踐踏》 的研討會引起關注 法輪功的精神信仰在超過80個國家被和平實踐 第二從1999年以來 法輪功在中國遭受到中共殘酷的迫害 這次論壇對於中共如何迫害法輪功進行全面論述 進一步被外界認清 這場被稱為21世紀信仰迫害的最大案例之一 論壇內容說到法輪功21年來在中國遭受的迫害 以及宗教良心犯在中國被強摘器官等相關議題 幾位法輪功修煉者在會議上都講到自己的親身經歷 另一名法輪功學員張艷麗說 他自從1992年開始修煉法輪功 在被捕之前 他擁有富裕和和諧的家庭生活 2001年他因不放棄信仰而被中共當局非法拘捕 並被非法監禁在中國東北哈爾濱一家女子監獄長達7年 法輪功學員還展示學校系統在迫害法輪功中的作用 許多兒子已經被洗腦並對法輪功抱有仇恨 以及中共對學生父母施加了什麼壓力 瑞典國會議員艾爾姆表示 中共迫害法輪功已經21年 令人驚訝的是這場迫害還在這裡繼續 與會的台灣駐德國代表謝志偉表示 海峽兩岸同盟同種 然而法輪功在台灣和大陸的遭遇 他是天差地別 在中國的法輪功法輪功是被拘捕 甚至甚至被拘捕 在台灣中法輪功是被承受、保護、尊重 法輪功在台灣中法輪功學習的人 是在台灣中法輪功學習的人 是約300,000人至約600,000人 由美國國務院發起的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 今年是第三年 由於疫情的關係 會議以視訊方式舉辦 來自127個國家的官方和民間代表 也透過網路參加了這屆會議 字幕提供